恭喜扇盒收工 沒有啊誰說的 超飽喔 很怕低等來久了 就變胖 而且我每次吃到那個東西 我每一點每個點 吃到我都傻眼 然後就看小剛 為什麼我還像個人 很OK 就是好吃 但不像我是屬於那種 也不是每吃過 沒有這個是因為 我又不知道拍出來為什麼 對 現在已經慢慢 很多釣蝦場都有試著在叫 要叫蝦 跟你釣蝦子 還有跟我們一些養殖業 釣蝦 這種實來實打實的 現場就沒有在說 那個實境感就不是那種 大家都準備好啦我們去 享受啊參與啊離開 你真的去然後 真的要跟他們認識聊天 然後他們才會真的願意想這些東西 然後發現很多就是不關 我們這次很多行程 都會讓我們更知道說 很多其實很local的在地人都很努力的 希望把自己家鄉好的東西 讓更多人看到更喜歡 轉變然後讓它呈現不同 與傳統風貌 對啊就希望更可以讓現代人 可以看到跟接受 對 反正第一次來 Edan算是喜歡啦 下次可以再難度可以調高一點 再高一點 你說的喔 這個算 這次Label不算高喔 這個我已經講過 這個是真的為了你 幼幼班的 因為你來第一次來 想說給你最輕鬆的 這個算最輕鬆的 超輕鬆 超哥為什麼你覺得很害怕 為什麼我覺得 我腳踩還是在抓 輪不要晃 四字晃就好 叫你不要晃啦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他那個力道其實不是那麼好拿捏 因為整個樹啊 整個樹藤都會晃 都會咬 對 梯子也會晃 絕對是梯子晃 我剛才跟小剛講就是 哇你們這個 第一人這樣做真的很累 小剛就說這個還好 我想以後有一些吃美食啊 哈哈哈哈 下一次還是想玩啊 這真的是上面說 哇怎麼會這麼緊張 手怎麼在抖這樣 下來就會覺得 下次再一次啊 對 很厚下來 其實也不會很後悔 因為會習慣 沒有想到第一等都是真的 哈哈哈哈 我們只來真的 我還以為製作單位先抓好一隻 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想 超高級的 不要這麼簡單 不過我是覺得這種體驗 不管是像爬樹啊 或是在海裡玩那個 他上的水性很好 對對 下一次可以去溯溪啦 爬山啦 對然後真的去 我們就唱最怕疑 怕流培 那種 好啊 對不對 可以 歡迎再來第一等玩 沒有問題